大家好,我是顾云琼博士 高科技日新月异 不光在军事上有所应用 实际上在民生上也有很多用处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核聚变 现在也能够民用化了 三菱重工的超小型家用核电站 巨星在十年之后就可以投入民用 可以发电500千瓦时 能被卡车拉走的核电站 发电25年无需维护 回收时直接拉走 平时就埋在后院的地下或者水池中 比传统的核电站安全级别要高很多 所有的冷却材料都是固体 即使遭遇事故 也可以利用外界温度自然降温 能够近距离的布置于人类生活范围周边 灵活而且成本低 从个体用户的角度来看 5000美元买一个就能用25年的确节约了很多电费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还是感觉不太好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啊 我建议日本先普及看一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